那我請教義夫 那國民黨現在很有可能真的被柯吃掉嗎 而且呢 柯跟郭呢 現在顯然是虎視眈眈的 就驚吞蠶死國民黨 沒有現在柯的問 柯當仁現階段的民調 他當然現在贏猴的話 我們之前說他第三名的時候 會不會期待一下2028年 但我覺得柯現階段是直接要搶進 2024年了 已經已經已經不是2028年的問題 他直接是搶進2024年 那現在 侯這一邊面臨到柯 其實現階段 可以看得出來柯蠻會恐嚇家分裂的 這邊跑去大安 這邊跟你歐陽龍碰一碰 那邊跟你說誰要丟中二 那邊跟你說誰可能去哪邊 他就引起了國民黨小雞的 慌張嘛 那小雞的慌張以後就希望你不要來嘛 那我希望你支持 我希望你的支持嘛 那這一個問題 他就有選票移動的空間嘛 就藍營裡面選票移動的空間嘛 那你移動空間以後 你就發現其實柯文哲想現階段 他吃不下國民黨 他現階段是想分裂國民黨 分裂國民黨讓國民黨有一些票過來產生氣保效應嘛 那當然年輕選票 柯文哲無人能敵啊 如果藍營的票板塊移動的過程過來的話 那對賴清德就是極具威脅性嘛 所以現階段 我覺得柯文哲的策略 現在在一直在放話說那個要提名 到最後會怎麼提 大家再來看 我覺得他未必會採取全面提名 因為我不全面提名 我跟有些選區小雞要找我嘛 那我才有分裂國民黨讓選票板塊移動的機會嘛 所以他的最大策略一定是分裂國民黨 用立委恐嚇 用那種小雞恐嚇小雞 所以柯文哲到最後 他的第二恐嚇要造成藍營產生一個氣保的效應 那郭台銘喔 我覺得 郭台銘跟侯友宜喔 國民黨的本盤怎麼疊 是一個大疊一個怎麼疊 我覺得他們兩個人都會疊 只是誰疊得比較兇的問題而已 因為你很清楚一件事 那郭友宜跌得這麼兇 有沒有跌破很多這個國民黨級的眼鏡 像我都在網路的這個頻道跟節目上面看到 這個全台第一猴粉喔 這個沈富雄崩潰 對不對 那陳輝瑚你快崩了 其實他就是一個多 所以有沒有跌得比市場跟這個藍營預期的還要快 預期的快 我覺得是預期的跌的多吧 就說怎麼會跌的這麼慘 那個快慢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侯友宜某程度上他跌到一個程度 比如說18%十幾%就停在那邊了啦 因為國民黨不會說像說什麼5% 你要5%換算起來100萬都不到耶 我不認為侯友宜不會說落到就算選到底 落到說100萬拿不到 我也不相信嘛 就是說他就在底部一直盤盤盤 盤到最後如果還是那個底部 那崩了就兇了 那崩了就兇了 那你說換郭台銘 你畢竟裡面還是有挺侯友宜挺到底的人嘛 那這些人你真的換了大概也都走了吧 大概就是大崩跟小崩的問題 但唯一一個好處就立委小機裡面 大概郭台銘出來資源上面 大家會覺得比較豐厚一點嘛 因為人家家產 家產底豐厚嘛 所以大家都可以分潤一點嘛 除了此外我覺得這兩個人目前為止 想要在國民黨裡面說 從政國民黨在2024年可以拿下總統 我覺得基本上困難度都太高了啦 那大衛不宜自取天命 那現在天命誰屬 現在是個大問號啊 也不是侯友宜他們認定的天命所屬啊 因為你民調低到這樣子 談天命就有一點好笑了 因為民主社會裡面的選舉 靠投票投出來的 那國民黨最簡單就是2022年 就從喜劇然後在提名過程變鬧劇 然後打到現在變悲劇而已嘛 就他一個劇嘛 他他的從2022年到現在為止 他兼具了三種 三種戲劇效果 喜劇悲劇鬧劇都出來了嘛 好那我跟你討論悲劇喔 侯友宜的判斷總統大選的格局裡頭 他確定應該會變成悲劇人物 但是我要討論的是立委 就立委要陪葬多少 悲劇的這一個慘烈通常喔 都是有很多陪葬丫鬟 陪葬小雞 你看喔 2016年 2016年的時候 國民黨從64席跌到35席 那你看當然他是跟洪秀珠那一次是總統大選合併嘛 對當然受到的牽連性很強嘛 幾乎直接腰斬 對牽連性很強嘛 但是你看 如果你回到看2021年的時候 那2000年的時候就送處於聯戰的選舉 但你回到2021年去看的時候 哎拜託他也幾乎是腰斬了123席掉到68席耶 他也被腰斬耶 激進於腰斬耶 所以他歷經了一次總統選舉的慘敗 連戰第三 你就看到了立委席是激進於腰斬 2016年總統跟立委選舉 你看到總統的狀況非常不好 立委也激進於腰斬 激進於腰斬 那這一次也要腰斬嗎 這一次喔 這一次我倒不認為會腰斬啦 就是提不起來啦 就你上不起來啦 就是說其實你說民眾黨 如果他是一個區域性大規模的提名的話 他某種程度上 國民黨的小機是最緊張的嘛 如果拖垮了民進黨的小機 那得力的一定是民進黨 那你在不分區域上面 就算你的政黨得票 你要說八席也好 十席也好 就算十席 你可能會吃掉實力的三席 那八席 那你可能吃掉不分區裡面 可能吃掉的多兩席 可能吃掉的是國民黨的兩席嘛 所以國民黨的席次 你說要再低喔 我覺得他三十五 三十席就算低 三十席左右也差不多了 但是還是慘啊 還是慘了 你從2022年那一個喜劇 開玩笑 那那你看來的話 你說立委簡直是應該民進黨要崩盤嘛 2018年 你看那個民進黨那個立委 多悲情啊 在那個議場外面 在抽菸聊天 男的女的都說 哎女的還一個人 這邊說幫忙幫他找一個老公啦 那個五億就可以了 下一屆怎麼樣 然後這邊是跟跟柯建民說啊老大 以後我有事來找你幫忙的時候 你不要不見我 我怎麼樣 你就說那那種那種悲情你知道 但是你看 20 哈 但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20現在2022年打完了 2022年你有看到民進黨 覺得立委很悲情嗎 沒有耶 並沒有 因為他們看到的是什麼 國民黨總統選舉跟立委結合起來的效應 如果柯文哲在積極的提名 那相對的民進黨可以笑了 因為會拖垮國民黨 那民進黨 哎本來講說三黨不過半 可能不會過半 那如果柯文哲積極提名的時候 哎民進黨過半機會又提高了 那民進黨過半機會提高 然後你又不分區 又吃了國民黨的一塊的話 那國民黨三十五席保得住 我覺得要保得住 可能三十席上下左右 都還不是問題啦